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收拾卫生 从小看水哥长大的丽姐毫无怨言 没办法 水哥只好把这个艰巨的任务 交给了自己的副手处理 而他打算出去旅游玩几天 等水哥旅游回来 发现丽姐还在 于是怒火中伤 他把副手叫到了办公室 指责他为什么没有开除丽姐 副手却说 丽姐兢兢业业为公司那么多年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这么对他太不公平了 可水哥根本听不进去 怒气冲冲的把他赶走了 随后他把秘书小美叫了进来 两人一直有一腿 但奇怪的是 平常温柔可爱的小美 这次却一反常态 对他冷漠无比 晚上 水哥想和小美温存一下 突然发现 家里的必须品用完了 于是出门购买 在回来的路上 水哥碰到了副手的老婆 于是没心没肺的 跟他开起了玩笑 可副手的老婆却大骂水哥没良性 并用东西砸他 这让水哥一头无水 连忙溜了 等水哥回到家 小美却不见了 电话也打不通 水哥觉得很扫兴 于是跑到酒吧去喝闷酒 恰巧遇到了自己的好友 好友担心水哥的状况 问他 公司的员工都死了 你有什么打算 水哥觉得他这个玩笑太过了 两人争执了一顿 不欢而散 隔天 水哥就收到了好友发来的邮件 内容正是他的员工出车祸的新闻 在场的五人全部遇待 这让水哥背后一亮 他连忙出来查看 可依旧能看到大家忙碌地工作着 为此 水哥找了一个大师求救 大师给了他一瓶流眼泪 并告诉水哥 只要将它涂在眼皮上 就可以看到鬼了 回到公司的水哥 急忙将流眼泪涂在眼皮上 等他睁开眼 直接梦了 公司里的员工都变成了鬼 他们一个个麻木地工作着 而办公室里布满了蜘蛛网 水哥直接吓破了胆 不一会儿 丽姐进来了 吓得水哥连忙把他赶了出去 丽姐刚走 小美又贴了过来 阴森森地说 基本上想好好补偿一下水哥 水哥语无论次地附和着 这下水哥真不敢呆了 他疯了般逃回了家 几人随后也追了过来 水哥吓得跪地连连求饶 丽姐却说 其实他们并不想害他 是觉得水哥不争气 担心他一个人打理不好公司 所以回来看看他 水哥也终于明白 他们的良苦用心 发誓一定会改过自新 做好公司 大家这才放心的离去 影片也到此结束 好了 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Office有鬼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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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